湖南卫视818晚会王一博、赵露丝疑似假唱 黄自涛合唱最强页 从晚会名单上能看出来 晚会嘉宾几乎都是湖南卫视这些年 通过各档综艺节目捧出来的艺人 双方关系好自然方便拉到晚会的舞台上 除了假唱 湖南卫视818晚会最大的问题 还是导播的镜头切换 全都是大全景 这个问题从晚会一开始就很明显 其实假唱、切锦的问题不止在湖南卫视出现 这也几乎变成了所有晚会的通病 但是迟迟都没有得到解决 似乎也是在把卫视晚会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作品 不求质量 只有速度和明星的流量 但是长此以往 观众的审美难免会觉得疲惫 纵观这次湖南卫视的晚会 一方面是歌手实力不够 出现了不少疑似假唱的情况 另外现场明显有多台摄像机在采集画面 但不知是导播水平不够还是偷懒 反正全景太多很影响观看 希望各大卫视都能注意 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